大家好 就上一次说内乡风被别人偷掉了呢 目前也还不好做一个定论 毕竟这个风呢 在这山上 你说损失风的嘛 也是很有可能会的 但是呢 这个说实话 现在的风呢 说实话呢 还会有人偷 那基本上呢 都是对风呢 不怎么了解的人 一般像我们正常 我们会养风的人的话 自己分一分 风就来了 都不会去偷的 有点凶啊 我们先给它盖起来 你说我们这个风呢 放在这个山上呢 都很不容易的 从大老远的地方呢 给它挑过来 到现在你说如果真正的 又被它偷掉的话 其实是损失很大的 其实我们在这里也呼吁一下 就是 不会养风的话 其实现在这个视频 短视频啊 这些 都是会教我们怎么去养的 所以大家 用点心啊 把密封管理起来 分出来的密封自然而然都有了 真的你要是靠 这个把密封偷去的话 是没有用的 多看几箱对比一下 多看几箱对比一下 密呢还是没怎么采到 今天啊 这个天气 我想应该会采一点密 目前呢就是 奇怪啊 这一厢风 又起了急躁王台啊 风王都不见掉了 风王呢 王台都封了 封了盖了小小的 这个 可能是有问题的 不然好好的 风王不会死掉的 我估计这个 风王是给人家偷掉了 这个 真的是 有喜有忧吧 很有可能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可能不会养风的人啊 拿到我们风场 把这个风王就给它偷掉了 所以说 这一箱呢 我们 给到的一个 处理的方式呢 就是让它 留自然的王台 让它尘数以后自己出 所以这一箱风还能保得住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 评论点赞 谢谢大家 再见了 大家好 今天是正月初三 我们呢 今天来到了春林场地 现在有点激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前两天这个天气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温度也比较高 我想呢 前两天肯定是采密采得很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拿一箱 拿一箱强裙的 跟一箱落裙的 来进行一个对比 究竟这两天 究竟这两天到底采了多少密 我们呢 还要开箱检查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就 把这个强裙的开开箱 来给大家看一下吧 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这一箱 是什么情况 现在的温度呢 应该还是在五六度左右 温度并不算高 我们直接就看这中间这一片 这个 雄风房已经起了 这一箱 怎么就起了王台呢 师傅好像这一箱呢 群势有点问题 风王在这里 就起了王台了啊 但是卵又产了不多呀 蜂蜜也产了 蜂蜜也产了不多 应该就是它想要闹风风吧 那我们幻想看一下啊 这一箱现在要格外的注意了 已经起了王台了 奇怪了这个群势不算强啊 目前就是四片的竹风的 我们看一下稍微弱一点的 对比一下 把这个槽门给它打开来 让它通风 蜜呢还是没怎么踩到 今天啊这个天气 我想应该会踩一点蜜 目前呢就是 奇怪啊这一箱风 又起了急躁王台啊 风王都不见掉了 这个可能是有问题的 不然好好的蜂蜜不会死掉的 我估计这个蜂蜜 这个风王是给人家偷掉了 这个 真的是 有喜有忧吧 很有可能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可能不会养蜂的人啊 拿到我们蜂蜂 把这个蜂蜂就给它偷掉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箱啊 奇怪啊 今年的风呢有点奇怪 风不多的情况下 它就起雄蜂蜂了 这个有点反常啊 你看它完全没怎么发展起来 风还不多的情况下 它雄蜂蜂它就先起起来了 有点反常 本来按道理它是不会这样子的 因为像现在这个说实话 整个天气过来的话 它没有 几天是好天气 它雄蜂蜂就起起来 这意味着呢 它就快要分风了 这个实在是讨厌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就是你看 我刚刚给大家看了 这个风它不强 但是它就起雄蜂蜂 而且呢 还有几箱 刚刚看了也是起雄蜂蜂 还有一箱又没了蜂蜂 我估计有可能是给人家偷掉 因为放在这边山上呢 这种现象是有可能的 现在改天要过来好好的检查一下 没办法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现在的风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交流交流 好了再见了啊 好 好 有点 感谢观看